这个如果真的561分钟 比赛上真打这么久啊 那真的打的队员都尿血了 都尿血了 鞋子加圆盾 这边我们看小Y是6级了 一个挂件 那也是防止这个中期 推线难不够啊 因为写完这个R也是很好的一个AOE啊 在前期 非常好的AOE 这边补刀 沉着血这个问题 最好能用上来一个罐子 下落的话 一直没有耗掉精卫防塔的什么血 还是满血 那第一次中上下 都是满血 小Y这一个 一个这个W不一定拆得了一个塔 其他人要快点把线压过去一下 反而机会方来反推了 不过这几个三个人不是拆塔的 最多杀个人 水源开始游走 然后中文也是没有换人去接 这个不好 把中文今天让给小德的话 小德这种打击很非常快的 我们看小德820的补刀 820目前在六分钟的时候 是补了21个兵 打出900多块钱 但我现在跟水源内线 不是很轻松的一件事情 这也是用电来补刀了 400多篮 也去陈打小野 不好意思 上路是单杀的一个 因为我来看下路 帕克这边 好 跟这次两个人 跟SK两个A死的周四 这边还在客瓶下一个戳 没戳到 因为牛跑了 牛有加速服 双方也是 都有瓶子 第一件中文就 反戳起来 加速不过因为是不能有减速机控制的 我们看追着还想A死吗 还只是过来浪一浪 还只是过来浪一浪为主 我们这边来 还在抽这个篮 府王 府王这个位置不错 这个位置如果能吼到别人 可能就会出人命了 因为有兵在佩克 插起来 吼 8级小Y 打5级的跟 一个5级的 陈也没有奶 这呢 我们先一下 这个转又转出来了 很不巧 反电 再A一下 没没转 没转 A死 待这个战比赛不错 已经7分钟dominating 基本上都是他拿的了 看来 80%都是他的 这边牛跟SK 合到鱼岛派 过来传往来 这边也是 刚才 再点 SK 这边又合瓶子 够两个F的篮 还是被戳起戳死 小德赶了过来 小德没有移动速度 小熊有 但是小德没有 SK这边肯定是 自己都有了 周四现在是四级 在线上单的也很 不是单的 就是对线很不愉快 水云也是上路待了一圈 回到中路继续来打这个钱 那这装备也是 攜带流 面对小德这样的英雄 确实比较难玩 因为小德你单挑 是没有人挑得过的 他有两个人 必须得多打少 小德在线也是 这点比较硬霸 你两个人过来 完全可能 两个人过来 他都无视 直接是开着这个 嗜血什么的 就去 诶 墙上一坦了 然后你一打他主行 他就TP 哇 这比较无奈的一个 这边W过来 蹭兵 浩雪地上什么呀 一堆铁石树干 这边是要合大魔暴吗 那这边宙斯C一个 克兰了 又是两个人让我来 感觉这个宙斯真的活得很没安全感呀 这边有冰挡住 还是戳了 飘过来 沉默 C住 再点 直接强一死 在这边 快点 快点 对 这边也叫 开农 开农 在 开农 在 加农 在啊 这个翻译 我记得那个加农炮的 缩写 缩写 好了 左边 小Y也是跟陈 两个人 诶 不是小Y 是只有 只有陈一个人 有有有 有小Y 刚才被埋到里面了 蛇蚌 加牛 加熊 加大萨 这边来推 吼住这么多兵 但是腐王这会儿的 这个 抗架能力不行啊 被网住了 人马 小德能打回馋吗 电死 直接没个Q 在十分钟啊 再追连连点 下一个电有没有 诶 插起来不错 追不上了 人马也不要送 这个塔可林 顺利的拿到了 那这个 这种能够 进一方的问题 就是进一方的 点爆发 只有SK这个戳大 算是一个吧 其他人真的 前期撑不上 什么点爆发 连连有个大也可以 但连一个大 我还要再判赢的时间 随便对别人 这样突过来 一堆人 你真的谁不好杀 你即便绕到后面 怎么不好杀 小白下面斜 中路W 过来号牛 牛F一个 塔在打 谁人 九级了 刻到一个隐身符 左边也是 小德在不停在线 六级牛 我们看牛的跳刀 是 可能直奔吧 八百多 小白已经一千七了 我们看到 福王九百多 右边也是在拿人头 又是SK在塔下 跟 帕克强杀掉了 宙斯 这个 我估计这个 宙斯会很郁闷 这个 很郁闷 不过还是被一个 助攻拿到人头了 DGC这个 偶尔腿一下 也是大家比较习惯了 比较习惯了 隐身水源 但是杀六级的牛 有蓝配合还是可以的 插起来 W过来 这W位置的话 应该W它前面 这边一个E 先被一个F 直接搞定了 这边小白是过来 买一千二十球 再存篮 右边帕克推线 那目前看 双方的优势 是差不多的 天天方是优势在于 前期 近方优势在于 他们的水人 发育的不错 但是 腐王跟蓝这样点 被天方打残了 不过呢 下路又是帕克跟牛 找回了自信 反正这个很 很平均 都是一路腿 一路虎 一路持平 那中路是要 基本上战役能优势的 我们看小德是 给了熊香味鞋 又给了焦头蛇 又给了补刀斧 这个最宝宝很好 可怜天下父母心 只能这么来说 这边中路又来了 小白蛇棒 水人W走 帕克赶来 蛇棒 这会儿没有去打塔 反正在打兵 这个在打 陈的小怪 标一个 陈墨二连 帕克非常飘逸的 带着队友来 一个W怪 小Y人头值钱呀 府王也斩掉 宙斯人头矣 完全不值钱了 这边让别人一个 Mega Kill 这个神王也可以拆掉 这波以后我们伤了 这次推没有任何效果 塔也是没有什么伤害 反正是被人 又拿了两个人头 那么小德也是在这边先尽快打 小德补刀很有压力 小德是补了 46个 然后呢 存在900多 那小德这个英雄如果团战 战位不好 可能还不如一个水人有用的 水人来好不容易死 是吧 小德可能这就被人秒了 但是前期啊 后期还等于我们三级大了 很难秒 小德的 但是像VIP这种英雄 是比较适合克制小德 因为你一个大上去的话 他就不能动了 好招了一个远程怪 反正技能闲着也是闲着嘛 就来推吧 小德的拆打速度是比较硬霸 你看这一刀跟一个投射 打上去一样 你让天方占好位了 你就很难打了 而且这会儿 尤其是当SK或者是 PAC没大的时候